现在场上比飞是14比9 大家看到现在王男和王丽琴呢 两个人沟通一下思想 现在是王丽琴发手 长期的反手很有特别 或者正交 现在王丽琴发手 9比16 今天的国际评联主席 徐云生同志也特别前来观看比赛 刚才我们问到他就是这个奥运会 混合双打是否能够进入到奥运会里面 他说呢 悉尼奥运会呢暂时还不行 但是国际评联一直在努力 目前的羽毛球的混双项目呢 已经进入了奥运会 现在9比16 从这次整个情况来看呢 乒乓球的这个关注程度还是非常大的 在这里聚集了很多的新闻记者 而且在很多这个下午或者晚上的比赛中 有很多的观众呢都聚集到这里 虽然今天呢是1点钟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呢 观众席上已经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 这说明呢大家对乒乓球运动都是非常关注的 现在场上比分是9比18 现在场上比分是11比8 现在场上比分是11比8 现在场上上比分是12 现在场上比分是12 1998年在日本举行的比赛里面 他们获得了亚洲锦标赛 男混双的冠军 那现在呢他们又战胜了 日本选手游泽亮和港齐 比分呢是21比12 第一局呢 王南王立琴是以21比15取胜 第二局呢 日本选手游泽亮和港齐 是以21比15返回局 现在第三局呢 是21比12 王南和王立琴取胜 所以这样呢中国队是2比1 战胜日本队 从而取得了决赛的权利 那刚才的另外一场半决赛 是在朝鲜和韩国之间进行 结果韩国选手呢 金茂孝 吴上寅 是以21比10同样的比分 取得了胜利 所以决赛将在韩国选手 吴上寅 金茂孝 和中国选手王立琴和王南之间进行 我们预祝王南和王立琴 在比赛里能够打出水平取得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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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完了吗 感谢观看